台湾史上第一次收容人活体来捐肾给她的姐姐 这个手术在刚刚是已经手术成功了 情况如何我们立刻联系人请王毅杰带我们来关心毅杰 好的2004年也就是七年前犯下万里双尸命案的正姓受刑人 今年六月的时候是判决死刑定业 而她的姐姐因为每天都要洗肾身体状况不太好 所以她希望能够尽快能够在行刑前就赶紧捐肾给姐姐 而今天在亚东医院上午进行手术 这也是台湾第一个死刑犯活体捐赠器官的案例 在全世界也相当少见 来听一下医生怎么说 进行的捐赠手术是用互相见的方式来执行左胜的捐赠手术 采取这个手术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减少这个捐赠者的伤口 那我们大概只要六公分左右的伤口完成这个捐赠手术 妈妈跟小舅在刚刚已经很 就是在亚东医院成国心主任带领的医疗团队下 已经顺利的完成了移植的手术 在此我还要感谢法务部的成全 好的正信受刑人呢 她捐赠给姐姐 那她的女儿也到场感谢各界的帮忙 而正信受刑人也写了一封信来表示 她生前希望能够将胜捐给家人 死后能够将其他的器官移爱给人间 而根据目前了解呢 这对姐妹术后的恢复情况还不错 目前都住在不同的楼层不同的病房 两人也还没有见到面 因为受刑人是有介护的问题 还需要来协调 以上是现场的这些情形 时间交回给我们内 我们下期再见